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如何磁共振 CT断层等 那神坦言不确定欧文是否能出战天王山之战 那对于蓝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噩耗 詹姆斯哈登腿筋拉伤才刚刚开始进行恢复训练 凯里欧文又遭遇了右脚踝扭伤 蓝网三巨头一下子伤了两人 而熊禄的三巨头字母哥 米德尔顿 霍勒迪都很健康 看起来胜利的天平已经开始朝着熊路倾斜了 此一凯文杜兰特被塔克防守得很惨 他面对塔克只拿下9分 而且命中率只有25% 全场比赛42分中 25中9 3分8中1 拿下28分 13篮板5助攻 一抢断一盖帽 命中率36% 3分命中率12.5% 打出了杜兰特本赛季最差的季后赛表现 而且字母哥却拿下34加12加3加 命中率53.8%的表现 好在美媒Fever of the Tide仍看好蓝网 他们预测蓝网晋级冬决的概率还有58% 熊禄晋级冬决的概率为42% 蓝网就算伤了两个巨头晋级的概率 还是超过熊禄 毕竟蓝网还有两个主场的优势 不过蓝网在这个基础上要击败熊禄晋级凯文杜兰特 必须要抱走才行 关键的天王山之战 就算没有欧文 他也必须炸裂才行 杜兰特是联盟历史上最出色的得分手之一 在最关键的G5 他应该会使出浑身解数吧 文言小白 喜欢就点赞订阅支持我吧 谢谢